你去軍國我還好 沒有啦 我是愛音的話 我很想見到那個黃正銘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韓國人 你穿金鐘戰袍準備好了嗎 金鐘戰袍 還沒 對 還沒定裝 造型師想要我穿什麼 你就拿你去 我就去選啊 幾倍數 你去軍國我還好 沒有啦 我是愛音的話 我很想見到那個黃正銘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韓國演員 然後也是影帝級的演員 也不奢望可以有一些交流 就能合個照我就覺得很開心 我是滿想去的 不過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在準備下一個工作上 可以嗎 可以交流 可以可以 你有去想見到誰嗎 剛剛是想說想吃的東西 哪有時候想見到什麼海底星的東西 我比較想去海邊走走欸 就去福山海邊走走 這樣就很開心了 那金鐘戰袍準備好了嗎 金鐘戰袍 還沒 對 還沒定裝 大概挑一下類型 也還不知道 就看造型師想要 然後我穿什麼 我就選哪幾個選項 那幾個選項我就這樣選 對 那金鐘的入圍就更是因為 小美之前的狀態嘛 所以她的入圍 我真的是 我是立刻噴淚的 對 妳的愛音的話 小美就是 我就是超佩服這個小孩子 我覺得她是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都平時做沉默 雖然說她好像到中國 才可以有簽約經紀公司 然後有被引起一些討論 經紀人對我來說 我是很討論 但是對她來說 我不知道 我又不能代表她 我不能代表她回答 妳問這個消息 完全沒有欸 沒有 你們剛剛講我才知道 台灣的經紀人 中國 新移動 這個可能我要 待會傳訊息跟她聊一下吧 沒關係 沒有